我来看一个梦 是这样的 我这个手机上的录音 都是夜的十二点未见 假如说 夜的十二点之前 这东西没有零排的话 早上写是Yes的 就是写是昨天的 然后今天早上零排的时候 我一看昨天有一个 就是昨天夜的十二点之前 有个梦 也就是相当于 我觉得是十二点直接睡了 然后有了一个梦 然后一听 这个讲的内容 好像我前两天零排过了 再加上是十二点之前 我就搞不清楚 到底是已经排过还是没排过 所以我先放在那边 然后我刚才就把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所有的案例标题写完以后 发现这个还没排 所以我现在回过头来排一下子 今天早上先排了一个 今天的四点三十一分的 但昨天我就没排 现在我回头来排 我刚才做了个梦 梦间一开始我就在美国这里 然后听到我弟弟在我老江那边 说话的时候 我就一下子就到了他房间 好像从时空隧道里穿过去 看到马斯克过来了 还从窗户中的两个 然后呢 他们两个在一块 我到时候没从川普中说什么事情 我从那个 我说马斯克在那边 我什么说啊 我说你要的那个解决的问题 我用那个游公然听了解 我拿给你 他好像在看我的一本书上 不知道讲什么 看我的书 也没听我讲 那个书呢 也不是讲游公的 是讲灵界 灵牌的 在那边 然后呢 还有两个人呢 我也不太熟悉的人 也在他的 在他那边 等着他 哦 对 哦 川普通知在里 在靠里边一点 马斯克在靠外面一点 我在那儿 等着拿了一瓶 老包账的 200毫升 游公给他 在等着 听他说话 他好像一人没通话说话 我就在那边 等着的时候就醒了 他说了这么一个梦 哦 我请了你们 领牌过一个 一个梦 我说 我真正气气地感觉到 我和马斯克在同个 住同个小社 一开始不太熟 就没通话说话 后来像熟悉的 同他聊 聊起我说 你那个 你那个 信念呢 啊 我说那个是 是住同个小社 而且呢 也是 也是在 同个单位工作 说那我对他说 你那个信念 好像动力不够啊 我说要 要给你 我给你 有空听见给你嘛 因为我那听见 就增大10%的动力的话 那你 你弥补上去就可以 你那个信念 发射的时候 就没问题了 那为什么 现在那个 原来好好的 现在 现在发射不上去呢 因为那个外星在天上做了那个网站几个 这样网站几个穿过去都是有阻力了嘛 就消货掉了嘛 啊 这个上次 排了这个 那个刚才我描述的那个好像这个 哦 然后我说我回家去拿 拿了以后 我说我打电话 打电话给我弟弟 我说有这么一件事啊 因为我弟弟在家嘛 我又走不到我弟弟的电话号码了 这个是上次的啊 然后刚才讲的这个好像是细节似的 所以我说到底排过没有 所以我说我感觉好像是排过了 原来是向他上去 今天排下去 哦 能看一下 现在马斯克在研究啊 在研究 在研究 在研究的那个 进行策略和施政策略 川普 马斯克现在已经重点 重点想那个 重点想当政治家和外交家 当然不是真正的说要当政治家和外交家 而是主派啊 太可怕了 主派不是说哪个男的强 而是瞎搅合 破坏社会的力量太大了 破坏社会 这社会的力量破坏太大了 尤其是破坏那个言论自由 还有就是造谣 神医的造谣 所以马斯克一看 这样搞下去的话 危险了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造谣的话 就没有底线的吧 你把什么东西 跌到黑白的 再向人家灌注 那些假消息的话 那有的人信以为真的话 那有可能就握手就穿不住票了 一看 如果这样搞下去的话 危险了 危险了 所以啊 马斯克要从那个 后台要走到前台来 哦 要走到那个川普前面来 我要为 我要为川普啊 证明 证实的证 民生的证明 另外一个要告诉人家 川普的那个市政理念到底什么 啊 要告诉大家 因为 因为那个川普啊 川普 一直被主派 在被主派污名化 攻击 然后呢 总是那个 跌倒可以白白白的 这样的话 川普的很多奴隸都被主派给他赠上了 冒黑搞到不明正向的人信以为正了 所以川普马斯克要走到前台了 所以三个梦 我说我回去要拿游公天下机给他 我时空受到川普就和我弟弟拿回来以后 等着马斯克来介绍我上次说的话题 你应该要拿游公天下机 然后应该说要去事业或者去使用 接这么几天以后他已经对这些没兴趣了 对这些已经没兴趣了 因为他已经转向了 赶紧听川普 然后要严认自由 让大家发言 然后来把那些主派的谣言给打掉 所以我孟州就讲到了那个描述的 从上次就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合起来就对了 合起来前面一声 我说我感觉川普在同一家公司 然后前一天有个林牌 我说这个林牌是个孟州 那个川普 有个林牌是讲马斯克现在当外交家政治家了 接下来就是说要走到前台来今天的林牌 这连贯的人你看 连梦境都是连贯的人 现在就是说马斯克要 要出来维护大家的言人自由 另外一个要消灭掉那些人的谎言 消灭掉谎言 这个就神灾灾的能办到川普总统 因为那些主派太无耻了 不断地造谣 不断地造谣 不断地毁 所以说马斯克要走到前台来 另外一个主派为了投票 又是高加民调 民调很高很高 然后说很少欢迎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就又开始要准备 要投票了 所以马斯克要这次感觉 要有一步隆次的要维护川普总统 要处理 原来梦里比是这个 所以说前面梦境就是讲的 对应的含义是这个 好 知道了 再见 再见